华人首富李嘉诚生一丁,白手起家的124个金山智慧。 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 生活,就是用心灵之简,在人生之路上才出叶绿的枝头。 生活,就是面对困惑或黑暗时,灵魂深处然起动大,却明亮且微笑的灯盏。 实际过去与未来,都离自己很遥远,关键是抓住现在,抓住当前。 第一章先学做人做事,再学经商赚钱,一比较成语物,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首先要会做人,因为事情才是大学会。 世界上每个人都精明,要令大家幸福,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是最重要的。 生意经厚道做人,广泰善缘,行动指南,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学会做人是一个必须的前期。 换句话说,就是为谁做事,先学做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别人愿意和你交往,才有可能成就一把大事业。 必加成语录,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晒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豁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 没有小的细流,又怎能成为长江? 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我之所以选择长江这个名字,就是勉励自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生意经,商人要有不宅细流的经营官。 1.小生意积累成大买卖。 古语云,莫以善小而不为,作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 念念不忘哪怕是最小的,一点生意,他认为,世界任何事都是由小到大。 金沙城塔,而李嘉诚创立长江失业公司的初衷,就是长江不择细流,固能浩荡万里。 2.坚持有钱大家赚。 李嘉诚认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互相合作,共同发展,这样才能把蛋糕做得格外大,获得更多利润。 3.在竞争面前,李嘉诚坚持一律平等,有钱大家赚,他的赚钱手法十分公道,让人折服。 3.凡在乎利润,不看重产业,只要能赚钱,做什么无所谓。 3.李嘉诚最看重利润,不在乎从事什么产业,因此,他的生意分布在各个行业,而没有给自己设定限制,这成为他滚滚裁员的基础。 4.行动指南,商人要与各种人打交道,所以必须有海洋的精神和心胸,能够包容一切,生意才能做得格外大,在产业规模,投资方向上,才可以不受巨数。 4.此外,经商成功后,也要有大孩沉浸的一面,不必过分炫耀自己的荣誉,也必经常露面发表讲话,做事高调,做人低调,以这种心态经商,事业才可以长长久久,而不现有的商人疯疯活活做起了买卖,又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叹息,更不能谈得无业。 B加成语录,作为企业,在生意顺利的时候,如果连续扩张后,要切记加大投入,绝对不能过分贪婪,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谈得无业。 生意精,做生意不能贪心过大。 1.贪心导致欺贱行为,失去合作伙伴。 2.贪心让人失去理性,导致投资失败。 1.努力克制冒险的冲动。 2.保持合适的发展速度。 行动指南。 1.切记及攻击力,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注意积蓄力量,做好扩张或高速发展的准备。 2.对企业实力和经营者的能力,以及外赴市场环境,做出正确的科学的估价,或许能否做大的主客观方面的结论。 3.在投入一种扩张行动之前,必须仔细规划总的方针和策略,还要充分注意计划的实时和专有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细节。 4.注重自己的名声。 5.这对你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5.李嘉诚语录,注重自己的名声,努力工作,与人为善,遵守诺言。 6.这对你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6.李嘉诚总是说,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让人家裁员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做人上的成功,让李嘉诚裁员广进。 7.身一经与人为善,注重自己名声。 7.行动只能。在做人做事上,要兼职与人为善,这样才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8.无所畏惧,不用担心什么,做生意就能专心致志。 9.更容易做成大买卖,生意一做大了,钱多了,自然容易招惹麻烦。 9.有效的对策是,不思念恕敌人。 9.如果整天担心自己遭爱责,生意再大也就没有乐趣可言了。 9.从个人羞恙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商人要具备以下素质。 1.毫不动摇的勇气。 2.良好的自聚力。 3.强烈的正义感。 4.坚定的信心。 5.具体的行动计划。 6.奉献精神。 7.迷人的个性魅力。 8.通情与理解力。 9.责任感。 10.协作精神。 11.果敢和决然。 12.善于与下属沟通。 13.激励和表扬下属。 14.敢于冒险的能力。 15.创新意识。 5.对人诚恳,做事负责,多结善缘,自然多得人的帮助。 15.必加成语录,对人诚恳,做事负责,多结善缘,自然多得人的帮助。 15.但博明智,随遇而安,不作非分之想,心境安踏,必少许多失忆之苦。 16.生意经厚道做人,做事负责,行动指南。 16.商人要以忠厚为本,只有对人诚恳才能给人以信任感。 16.建立起长久的买卖关系,方能赚到钱。 16.一个成功的商人必定是君子,而不是小人。 16.那些表面上看来猴经鬼灵的人,是不适合经商的。 16.就算是经商有了点成果,也不过是一些骗钱的骗子罢了。 16.终究还是得不到别人和社会的信任,与人为善,建立良好的关系。 16.经商活动错综复杂,每完成一笔生意,都包含许多社会关系在里面。 16.有许多关口不是轻而易举容易通过的,需要生意人用技巧去打通关系,攻克挑战。 16.实际上,这都是信任,信用的问题。 16.你有好人员,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6.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商就是经营关系。 16.当我们梦想更大成功的时候,要有更可苦的准备,必加成语录。 16.一个人做的才成功,也仅仅是生存了下来了。 16.况且,那些成功都是过往的成绩,不代表你明天一觉醒来,生意还在。 16.我唯一相信的是,未来之路还会崎岖不平,必须如林深渊,如吕薄冰地面对明天。 17.生意经永远做好更可苦的准备,行动指南。 18.在某个行业做的时间长了,却得了一定成就,就容易遭遇发展平静。 18.多年的发展计划圆满实现了,会面临新的发展问题,下一步迈向哪里? 18.这都是商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共性问题。 18.说的通俗一点,这就是二次创业的考验。 18.随着初次创业的实现,人们都会默然发现自己,曾经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在了,或者证明对着竞争对手越来越大的威胁。 18.这时候,要以归零的心态,面对眼前的新问题,新挑战,对可能遭遇的苦难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主动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取得新的成就。 18.我做生意时,就警惕自己。 18.如果有骄傲的心,迟早有一天会碰壁,必加成雨露。 18.我表面谦虚,其实很骄傲,别人天天保持现状,而自己老想着一直爬上去。 18.所以,当我做生意时,就警惕自己,诺大我继续有这个骄傲的心。 18.迟早有一天是会碰壁的,在经营过程中因为成就而自我陶醉,以至冲昏了头脑。 18.这样导致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18.李嘉诚认为,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是,一,把自己取得的全部成就,一律以七折至八折来计算。 18.比如,今年赚了一百万元,要把它看成只赚了六十万元。 18.这样做不但能够削弱他人的妒忌,还能压抑自己的自满情绪,保持冷静,理性的头脑。 18.实际上,企业发展过程中,以及做生意的不同阶段,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困难,犯不同程度的错误。 18.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这些侥讯,压制骄傲的想法,提醒自己检讨不合时宜的做法。 18.把避免经营错误的法则记录下来。 18.生意里面包含有很多细则,都是导致成百的关键因素,把每一项细则都记录下来,尤其是把那些避免错误的做法整理出来,是很难得到自我提升之道。 18.别夸大自己的成就,许多人喜欢吹牛,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得到的成绩愿意夸大。 18.问题是,夸小孩口的时候很舒服,但是过后往往有如毛刺在身的感觉,长久下去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18.包括有朝一日被人戳穿,难以下台的困窘,因此,做人坦诚一些,谦虚一些,压力自然少一些。 18.离成功也就更近一些,生意经成功后要保持低调,平和的心态,必加成刻苦诚实,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精神和独到的判断力。 18.孤单的决策力以及善于用人,构成了成功的因素,这也是人们学习和模仿的内容。 18.另一方面,成功后保持谦虚的态度,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没有一致气势,不可一致,依然保持着低调,平和的心态,这才是难门可贵的地方。 18.企业发展壮大,生意越做越好,都离不开经营得法。 18.然而,这种胜利往往是暂时的,因为商业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每次成功都是过去时。 18.因此,每一次成功的商业交易之后,总会伴着重大危机的到来。 18.躺在自己过去的成绩上,自我陶醉是十分有害的。 18.成功的大商人,大多又反复归真的淡定,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地位高低的概念,但人诚恳,不摆架子,没有让人产生隔离感。 18.在消费上,他们并不教授言计,大肆挥霍,依然是坚持以前养德,养怜,养身,但博宁静,朴实无华,这种低调,谦逊的作风。 18.让他们远离了骄傲自打和无知,是他们把生意做长做久的重要原因。 18.行动指南,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要占一席之地,除了应知己知彼之外,还要有胜不交代不美的心态,也就是说必须有一颗平常心。 18.一个人在商业上有所建树,应该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常人,并尽一切所能来回报社会,而不是沉醉于旧有的成绩。 18.永远牢记商人的本本,是基业强青的罢宝。 18.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注重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了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 18.生意做大了,也能一如既往的把生意做好,这就是可贵的本分意识,因为本分,才不会超越界限,不会做出破坏规矩的事情,生意上才能长长久久。 18.八千万别伤害别人的尊严,尊严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伤害,毕加成语录,不会无多米折腰的人,在哪里都有,你千万别伤害别人的尊严,尊严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伤害。 18.商场故事,毕加成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拥有富克敌国的财富,更在于他越富有,实力越强,反而越尊重别人。 18.无论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毕加成都诚恳待人,不摆架子,丝毫没有其他大老板的高傲作风,这种平和,善良,让他拥有了好人员,对生意有很大帮助作用。 18.在商业世界里,许多人把有钱能使鬼推磨奉为规念,但是,如果你这种心态去经商,恐怕要碰壁,其实,经商赚钱只是一个结果,背后隐藏的是如何做人做事的学问。 18.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做生意的过程中,与别人打交道,一定要丢掉对金钱的迷信,从尊重,现任出发建立关系,发展业务。 18.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人性至深的本质,在于渴望获得尊重,正是因为这种本质,才有了人类文明。 18.人类的行为直指,就体现了这条法则。 18.如果经商者钻寻为这条法则,就会赢得无数朋友和恰当的利益,一旦连返为这条法则,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18.商人严厉天经地义,但重力的同时,也要打通人心这一关,争渡市场及争夺人心,必须跳出狭隘的利益打算,将人情和面子做足,低声下气去求生意,苦心祭散。 18.每一点盈头小利,实为难是,给人面子,让生意主动找上门来,你就会报大财。 18.对商人来说,维护对方的尊严,给对方面子,就是维护自己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要把握好下面几点。 18.一,主动给对方做足面子,在别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做足面子,是一件血装送他的智慧。 18.比如,替对方在别人面前说好话,主动祝贺对方高兴的是,适度的吹捧对方,圆满及时的化解对方的尴尬。 18.如果能想着为对方做点什么让他更有面子,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比嘉诚语录,互信用,够朋友。 18.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可做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 18.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18.行动指南,做生意不仅要出汗,还要用脑,多一些误性。 18.注意总结经验讲是,从活生生的商业实践中归纳,整理出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商业原则,是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8.十二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时,第三要有恒,必加诚语录,人。 18.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时,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18.一,你无所有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放手一搏的时刻。 20.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生意经改于做首个吃螃蟹的人。 20.一,做生意要善于见识,造势。 20.二,善于从市场的边边角角捕捉商机。 20.三,善于从市场供求差异,及对首产品的缺陷中捕捉商机。 20.只要有钱赚,就是一门好买卖,生意经,解放思想。 20.大胆做生意,目前,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市场钱变万化,充满生机。 20.做生意,永远不要怨天尤人,抱怨市场不好。 20.真正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商业头脑,商业眼光。 20.做生意要抛弃面子,像拔菜要不怕羞,什么生意都可以做。 20.只要能赚到钱,李嘉诚认为,对金钱不问出处。 20.因此他的商业思想非常自由,丝毫不受世俗观念的约束。 20.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什么钱都可以赚。 20.只要有钱赚,就是一门好买卖,做生意不应该有经济,不能给自己预先设定行业。 20.做生意要先磨练后脸皮。 20.赚钱要突破定际,暴劣势变成优势。 20.学会创造需求商人做生意,要学会不断的创造市场需求。 20.一味的等待只会丢失市场的,只有引导与开导才会有新市场。 20.迎合市场,追随市场,专于创造市场需求。这是做商人赚钱必备的基本功。 20.拥有顾客并有优质的产品出售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倒就为数众多的雇主。 20.必须有顾客购买产品。 20.如果顾客太少,公司营业额不足,生意就难以维持。 20.同时,公司还要确定经营销售哪些产品。 20.经营销售的产品可以是进货,也可以是自己制造的产品。 20.可以是有型产品,也可是无型产品,但应该是是销对路的产品。 20.三座生意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能全景思维,有长远眼光。 20.经营销售录,企业领导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能全景思维,也长远眼光。 20.故事创新,掌握最新,最准确的资料,做出正确的决策,迅速行动,全力以赴。 20.贵位首富则李嘉诚,他的成功之道是,肯用今次去思考未来,能全景思维,又长远眼光,抓到重大趋势,赚得致力,变成大赢家。 20.没有永远的业务,只有盈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经商与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 20.拿得起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但真正到了要放下的时候,大部分人或许都不舍得了。 20.没有永远的业务,只有盈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进行前一个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很轻松地展开下一个业务。 业务不断转移更换,但盈利的中心却不能改变,有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但要看是谁的做,要看你跟谁做,经商与路。 当一个生意有80%人都知道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做。 当一个生意有20%的人知道做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但需要努力了。 当一个生意只有5%的人知道的时候,你可以去做并且很容易获得成功,因为这就是时机,就看你是怎么把握。 行动指南,推销是一门十分复杂,而且不容易学会的工作,它是一门需要集聚耐心,细心,又必须时刻有创意的工作。 一,闪于推销自己,推销自己是成功造就自己的第一步,在任何时候自己都不要怕走出这一步,否则你就走不出人生下一步。 李嘉诚认为,一个优秀的推销员,在推销产品的同时,更要注重推销自己。 李嘉诚十分注意自己的包装,他觉得,产品需要包装,而推销员就更应该包装。 他指出,推销员的包装,服装是其一,还包括言谈指指,行为修养。 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简单而又包装外向的衡量标准,就是给任何人都能产生好感。 二,善于结交朋友,作为一名口格的推销员,首先,必须学会善于从容自得的进行交际。 他要求你必须坐在能够让人们嫌赖你,并心甘情愿的将自己挣在钱放进你的口袋里。 七次,要友谊时去结交朋友,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 友谊常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 此外,结交朋友,不全是以成为客户为选择标准。 李嘉诚认为,今天成不了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他自己做不了客户,可能会引荐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忙出出点子,去世友情。 也是一件好事。 三,时刻不忘记自我修炼。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尤其做推销时,应时刻不忘自我训练。 比如,要树立自信,挤去勇气,直面挫折,磨练毅力,展现美丽,获得面子,修炼口才,学习管理,磨合家庭等等。 从而获得以后,创业俗必须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四,在推销中学习商业知识,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拥有相应的智慧,能力等必备的基础条件。 这样才能在浪涛横趴的上海中自如的驾驭团队,把握市场方向。 许多商人一开始做生意,其实就是推销。 他们会看得如与不推销手中的商品,建立的客户关系和信誉,也对市场有了最真切的体会。 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才领会一些经营的要绝的。 经商与路,人们赞誉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 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的还可以。 我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才领会一些经营要绝的。 经商与路,我这棵小树是从沙石风雨中长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山上试试,由沙石长出来的小树,要拔取是多么的费力啊。 但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小树,则更富有生命力。 经商与路,人生自有其臣服,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一份悲伤。 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请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PGC Card, PGC Card-HREF, Hover,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样式, PGC Card, Box Sizing, Butter Box, Height, 165PX, Body, Ipxelid, 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T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dy Left, 1PXSOLID, E8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120PX, PT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T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PGC Card, PT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PX, Line Height, 1PX,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p, PTC Content, 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PX,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PX,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F8595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S0, TEP, ComPGC, V2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eef, 2P4J1A, PNG, 谢谢您的阅读,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